大家好 有很多家庭中都养有这个发财树 而且它也是特别的好养的 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有很多话有说 它家里养的这个发财树 生长的还是那个样 而且那个叶片特别的发黄 没有生长的迹象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针对这一点就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长时间没有给它修剪过的话 它肯定是生长还是那个样 像我这一盘我就是给它修剪过的 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这里精干上来 大概五厘米左右给它修剪掉的 所以想要长出嫩芽嫩叶的话 一定要舍得给它修剪 一旦修剪之后 它就自然长新芽新叶的了 所以我今天我就拿我这一盘 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何让它长新芽长新叶的 还有这下面也长出了新芽新叶 侧面这里大家看一下 所以想要它长新芽新叶的话 就一定要舍得修剪就可以了 修剪完成大概第七天左右 一定要给它同时把这个土壤给换掉 因为你用之前的土壤的话 它没有营养了 所以就吸收不了营养 就逃去整个菊株不长芽不生长的情况 所以你一定要继续给它更换盘土 土壤的话呢 我自己盘就是使用了这一种营养土 就是通用型的营养土 里面还有椰康营养土 还有少量的细核砂 一点刨康 还有植食 给它混泡均匀的 如果你家里的发财树 急急不生长的话呢 就是按照我这些小方法去养护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养出一盘叶片比较油粒 长芽比较多的发财树了 同时在它这个生长期呢 别忘了给它补一下肥啊 补肥的话呢 我就是使用这种控制复合肥 这是一种通用型的复合肥 这是颗粒状的 就是呢 一个月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像我治愈盘呢 就是洗多粒就可以了 这样呢 你就不用整天去给它管理这个发财树了 好了 这机器评就要给大家分享这个发财树不生长 怎么给它处理的方法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最后啊 我们下期再见